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宁缺片 周老师特别特别喜欢宁缺这个人物 我觉得是我看过的所有的武侠小说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部 而且这个角色 这个人色可能我特别特别喜欢 就像我看《倚天图龙地》 我看不下去 我不喜欢张武基这个角色 我觉得总是太软弱 然后郭靖也有点呆猛 但是江叶这部小说里面的宁缺 我特别特别喜欢 可能因为这个人跟周老师比较接近 宁缺这个人色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特别是第一部 然后宁缺的扮演者 真的把宁缺身上那股劲儿给演出来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看江叶 宁缺 他是从其他世界穿越过来 生而知之 换句话讲 他是一个成年人 虽然他是一个小孩 但是他的灵魂是一个成年人 他是从未来世界穿越到这个浩天世界 小时候在江军府过了几天好日子 觉得挺好 结果呢 江军府被夏侯灭门 然后他的父母全部被杀了 然后他只是一个采访 一个普通下人的孩子 然后这个时候他家里的仆人为了保护 为了保护这个江军府的儿子 想让他替代江军府的儿子 然后受死 那宁缺没有做 宁缺把他们杀了 宁缺跑了 在路上遇到了桑桑 桑桑的这个小婴儿 他就背着桑桑在闽山里面 艰难的活了下来 他遇到了一个打猎的 他跟这个打猎的学了很多很多的本领 因为他知道要想活下去 必须要学医生本领 他学会了打猎 他本来想这个生活挺安定的 就挺好的 结果这个打猎的非常残忍 今天打宁缺 还不让宁缺吃东西 不让桑桑吃东西 桑桑已经长大了 突然有一天 每次打宁缺 宁缺都忍着 不让宁缺吃东西 宁缺也忍着 结果这个人竟然对桑桑起了歹心 想这个强奸桑 那宁缺真的非常深 就把这个人杀了 直到去到卫城 遇到马思乡 他还是要跟马思乡 学了一身本领 所以宁缺 爱学习 学了一身的本领 又加上他强烈的求生欲 他变成了 威正威成的 舒逼狐的砍材人 他的功夫了得 三把铺刀 一把黄羊硬弓 剑到马贼 大功射剑 啪啪啪 剑射完以后 拿出两把铺刀 剑人就砍 到最后 两把铺刀飞出去 一刀戳死两个 最后再拿出一把铺刀 每一次他都是胜利者 当那些马贼 听到舒逼狐的砍材人 都吓跑 而这个时候 那宁缺也不过 十几岁 一个娃娃 每一次 他都能从艰苦的战斗当中 活下来 非常非常的厉害 但是 他不甘愿现状 因为他要 带着血海身后 他必须得学习保存 他必须得成为修行人 他不能修行 他气海血散不通 他花钱去买修行者的书籍 拼命看 拼命看 每天都打坐 静坐 修炼 见到一个修行者 那么骄傲的宁缺 就跪下来 师父你守我为徒吧 有无数人告诉他说 你这辈子不能修行 你气海血散不通 但是他坚持 我一定要修行 而且我要找最好的老师修行 大家都知道 靠天世界里面 天下第一人就是夫子 创立唐国 创立书院 他一定要成为书院的门生 成为父子的侵传弟子 这就是他的梦想 我要成为修行者 不管多少人耻笑他 他都一定要成为修行者 然后开始准备钱 要去长安 要去参加书院的考试 所有人都不看好他 特别是龙庆皇子 那还是带着光环出生的 燕国的皇子 但是宁缺依然 在众人看到他的努力坚持下 终于考进书院 考进书院前院 他发现学不到真东西 要想学真东西 必须得去后山 得成为夫子的侵传弟子 要想进入二层楼 就必须得先过旧书楼 旧书楼 全是天下藏书 为什么叫旧书楼呢 非常有意思 这个观点我特喜欢 因为我也经常讲这个观点 因为所有的书籍 都是人写出来的 人的思想是鲜活的 当变成书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旧思想 所以顾名旧书楼 宁缺不能修行 大修行者进去看书 都会头晕目眩 甚至有些书境界太高 直接能够把人看死 然后刚开始去 考进书院前院的 一百多个学生 每天去这个旧书楼 看书的人 不超过十个人 因为很多人一看 头晕不敢看 最后只有十个 留了下 其中就宁缺 最后这十个人也头疼 头晕 看吐 看晕 到最后变成了八个七个六个五个四个三个两个 一个 那个人就是宁缺 宁缺经常看吐 看吐血 看晕倒 被人抬出去 到家里继续吐 发烧 第二天继续看 又晕倒 又被人抬出去 第三天又来看 三四姐余连跟他讲 你这样再看下去会死的 宁缺看书 看到吐 看到吐血 看到晕 还要继续看 你们知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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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叫喜悦吧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周老师的命运是因为看书改变的 我推荐给我弟子很多的书 我其中有一个弟子把我说的书全买回家了 结果连封皮都没拆 我说你今天 要跟周老师学习 周老师不知作业就是把这些书看完 你必须得看呀 你光买回家有什么用 你连封皮都没拆 好比你今天去大夫这里抓了个药 结果你是抓了 结果都被不吃 那病能好吗 老师 我一看书就头晕 我一看书就想睡觉 我说那我问你 那我推荐的书你看了吗 我怎么看你连封皮都没拆呢 我说这就是你们为什么不成功的原因 谁看书不吐 不头晕 不困 我也一样啊 坚持啊 看看宁缺 真的 周老师以前真的特别特别的勤奋 如果时间可以穿梭到15年前 你真的能够看到一个极其普通的少年 每天坐公交车站着看书 每天坐地铁站着看书 在家里面边睡觉边看书 睡着了起来又看 上厕所拿了书上厕所 就这种场景 如果你们能看见 你们看不见了 因为时空不能传说到15年前 那你们就看江夜吧 因为看宁缺看书这一段就跟我一模一样 我为什么很兴奋 因为我找到了同类 宁缺经过重重努力 终于成为了书院二车路的学生 他的气寒雪山也打通了 虽然他是天下最弱的天下行走 但是慢慢的 他变成了人世间最强的人 他在战斗当中学习 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我为什么喜欢宁缺这个人物 他这个名字我都很喜欢 宁缺勿滥 宁缺精神 就像别人说我是周子精神一样 宁缺精神跟周子精神是一模一样的精神 如果你想了解周老师的过往 你就看宁缺就行了 他的人生轨迹就像周老师一样 被所有人看不起 人生的最低谷 然后一步一步靠自己爬起来年少得志 成为人世间最强开车新地球 成为人世间的守护者 那宁缺经历多少痛苦啊 跟浩天大战 身上的肉被一块一块零尺割下来 他都不投降 就为了守护人间 就这种劲儿 就这种劲儿 就这种精神 这种意念 怎么可能不成功啊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宁缺这个人物 被桑桑临迟了一个晚上 结果当他第二天发现他又活过来的时候 身上还在剧痛的时候 他想的第一件事是赶快先吃饭 吃饱肚子再说 跟周老师特别像 天塌下来 我吃完饭先睡一觉再说 第二件事马上开始想 昨天浩天用他世界的规则 把我的肉一片割下来 那我能不能够悟到他那个世界的规则呢 如果我能悟到浩天的规则 我就能够写出人世间最强的符啊 因为他是神福师嘛 就如果我建议你们看完第一部的电视剧以后 看小说 因为第二部拍的确实 小说的原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你们知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有多兴奋吗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我每一次跌倒失败 我首先把尘土一拍 坐下来休息 第二件事就是马上思考 这一教我能学到什么东西 宁缺就是在战斗当中学习 在运动当中学习 周老师也是这样的人 他真的让我看到了成立了我自己 就是就是这股劲就是这股劲让他崛起 当然了如果说我跟宁缺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可能我比较仁慈 宁缺对待这里的敌人一定是 一定是下不去守 而周老师下不去守 说实话 当然了时代不一样 我们是和平时代 在和平时代我愿意用33年对每一个人 但是如果是在战争时代 我觉得我也会变成像宁缺一样的人 有恩必报 有仇也必报 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这种战斗的世界里活下来 所以大爱宁缺 宁缺精神 就是周知精神 你之所以普通 就是因为你缺少这股劲 梦想不需要理由 需要用这股劲 看江夜晚 向宁缺学习 从宁缺身上学到东西 他见到那个猎虎跟猎虎学 看到马世襄跟马世襄学 已经成为了武功 人世间最强者的时候 他想成为修行者 见到师父就拜 天天休息 学习 看书 打坐 然后找最厉害的老师 这都是周老师干的事啊 人世间最成功的不就三部曲吗 出门 拜师 学艺人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向宁缺学习 拥有宁缺的那股劲 那股精神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别胡乱 看不着 图